这个小众的情绪道具叫做Cold Peace 看起来难灯大雅 但在近代 它却是日常服饰的重要组成 贵族们还唐人皇之的盛装穿戴上它 从新17时代晚期到铁骑时代早期 龙庚文明都没有连当的裤子 这也很好理解 事于耕作的土地大都气候温和 不需要太贴身的衣物 而且日常生活只有臀部 会因为坐下遭受摩擦 没有必要把裤裆缝上 这样一来 裙子和袍子之类简单宽松的衣物 就比裤子合适多了 从古希腊到古罗马 贵族男性都穿着一种宽松的长袍 垂到膝盖以下 并没有裤子 直到中世纪 事情开始出现了变化 日耳曼人建立起来的新贵族传统重视奇数 这首先需要敞开的裤裆 所以上衣越来越短 而袜子越来越长 同时为了防止柔嫩的灰鹰被马背擦伤 贵族们还要穿一条短裤 这种趋势在14世纪达到了饱和 上衣缩短成马甲 袜子延伸到腰上 并且用绳子系在一起 为了弥补暴露的裤裆 中间还要追上一片遮羞布 就是Codepiece 然而在16世纪 这片Codepiece再也没有了羞涩的意思 反而变得夸张起来 尤其在贵族身上装饰华丽 连断钢的板甲都要效仿 一般认为这银河的文艺复兴时代那种对人性的解放 但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时髦与眉毒初次爆发的时间吻合 暗示了它也可能用来给饱受折磨的外音 提供一些额外的放松空间 但这也是Codepiece最后的辉煌 17世纪以后的人们普遍把它和袜子缝合成一个整体 就是如今的裤子 随着工业革命推进 适应快节奏生活的裤子压倒了各种竞争者 成为全世界的主流服饰 而单纯的Codepiece也成了性暗式的道具 或者大反派的武器 我是刘大可 欢迎转发支持我们 想要看到更多内容 请在微博微信搜索混乱博物馆 关注我们 欢迎留言 我会尽可能回复 感谢收看 下期节目见